大家好 欢迎来到暗地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艾里克斯 虽然有一周多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但是市场的走势呢 依然是如我们的预期 我们上周就讲过美股没有什么所谓的反弹反转这些伪概念 有的呢 只有震荡上行 那今天作为回归呢 我们来做一个短视频 回顾一下最近的市场 从上周的出色表现中可以看出呢 市场有足够的势头支撑股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那现在呢 投资者都在关注金融领域以外的收益性季节报告 那斯达克指数呢 周一表现最好 上涨是超过了0.84% 而标准PRO500指数上涨了0.34% 自上周三CPI报告仅略高于预期以来呢 这些指数呢 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目前市场上涨的本质呢 是投资者依然沉迷于市场对经济刺激的措施 而央行呢 暂时还没有退出的这么一个策略 各国央行现在扮演的角色呢 并非是他们的初衷 但是他们最终引导了依赖于其非常规的刺激措施的市场 最近的股市呢 也克服了因中国经济数据疲软而导致的低迷 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呢 只有4.9% 不过在美国 股市依然是走出了最靓丽的一周 纳斯达克指数呢 上周是上涨了2.2% 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分别是上涨了1.8%和1.6% 投资者已经看到了大量体面而稳健的经济数据 包括一些可以接受的CPI和PPI的通胀数据 与此同时呢 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至30万以下 零售额呢 则轻松的增加了0.7% 略低于预期 不过最重要的是 包括高盛 美国银行 摩根大通 摩根史丹利 和花旗集团等在内的大银行 都在财报季开了一个好头 上周才正式开始 财报季的业绩呢 已经是好于预期 股市呢 也做出了回应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依然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这些强劲的收益报告 连同上述的经济数据 让紧张的投资者呢 放心 暂时忽略了经济正在推动通胀的飙升 和全球性供应链问题 周二 美国房地产数据走弱后呢 债券收益率再度上升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 在1.6%左右交易 那政府表示呢 9月份新房开工率下降了1.6% 降幅大于预期 建筑许可下降了令人失望的7.7% 8月份的开工和许可都被下调了 市场上涨的好时期呢 往往并不会太长久 投资者的心理呢 也会随着这些数据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在有最好的时机时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这样呢 才能在市场不好时呢 安然度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支持 欢迎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